字幕提供 對號如多 做哪裡 重重低賠 大家好 我是汪柏林 我們今天要請到的前台綱烈英GM 前主播 現任主播前惟成 哈囉各位聽眾以及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偉辰 還有這個亞洲籃球觀察室的葛蘭特大 哈囉大家好很高興再來球場第一排 看到我們這個組合那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聊的可能是跟台灣直籃可能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剛好是奧運期間 然後在這個亞洲球隊代表 其實日本打得相當不錯 而且有很多的討論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時間點往前切 其他葛蘭特大跟偉辰這個組合是因為 因為這個就在大概2014-15年的時候 就日本就喊出這個要前進奧運嘛 約末是10年前 這10年當中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情 10年剛好是我們轉播學生比賽開始 什麼松山杯啊 風光杯 差不多就是2013-14-15那時候開始 所以到現在這10年當中 日本的基層做了什麼 我們台灣做了什麼 我們在這集節目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首先呢我們是不是先請葛蘭特大來這個回顧一下 說2014-15年日本喊出這個前進奧運 他們的這個構想跟方向是怎麼樣 其實我必須還在講說其實日本 對一直以來藍協的態度就是一直都是說 喔我想要挑戰世界 那他們有一個20年的培訓句話其實拉很久了 但是必須說其實我必須講日本做paper非常厲害 但是執行的狀況有時候就是要看你當事人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我會講為什麼會提到說其實2015年2014年那時候可以 日本開始慢慢要朝世界走 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就是 呃兩位應該都知道就是異聯盟做整病了 對那這個時候當然同一個時間他們因為FEMA進來 他們的藍協也就是被迫重組 就是精簡化還有把很多外面的像包含像大家知道 穿淵三郎足球的人找進來 那他們其實他們喊的進奧運 當然日本人一直以來都有挑戰世界性 當然還有很重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是FEMA要求他們的彈數 因為當時FEMA給他們三個改革任務 第一個是你要整病籃協你要合併你的聯盟 還有一個是你要強化你的男子籃球的競爭力 喔對等一下FEMA會 不是這個這個要怎麼要求 對這個讓我有點意外 對但是簡單的講他就是說反正簡而言之你現在日本的有很多狀況 你就是得要去做那如果你做不到那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知道2020年東京奧運 你東京奧運那你日本就不要參加籃球 他給他出一個基本的彈數就是你至少要打進世界盃 因為這個FEMA這個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比如我要求你上學你要上學 你還要考試還要考的好書還要念的好 不會啦因為這蠻難的 對所以剛剛葛蘭特講的我覺得這個後面一定是有 一個背景故事關鍵就是東京奧運 2020東京奧運的參賽資格是根據世界盃的成績 決定是否能夠進奧運 所以都扣在一起的 對啊 那他之前是說你日本從來沒有打過世界盃 他日本上一次打世界盃是2006年 他是地主 對對對 所以他從來沒有憑自己的力量打進過世界盃 他說你一個從來沒打進過世界盃的球隊 我保送你進奧運 就算你是地主好像有點受不過去 所以你至少你要憑你自己的力量打進世界盃 就是說後面Fiba才會下這一道指令 說希望你最起碼在這個奧運的比賽裡面 你要有競爭力 不然比賽出現這種分差六七十分的 那也不太好看 能看嗎 對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大家知道20 就是2015年就是他們出現這個整病的這個問題 以前的2013年就是我們最光榮 對對對 擊敗中國 雅錦賽 11年了 日本是第幾名 大家還記得 我們是不是也在過程當中有擊敗日本 對不對 我們有擊敗過日本 那時候我們好像贏兩分還四分 有點忘了 對贏得辛苦但我們擊敗日本 那一年日本在雅錦賽他是第九 所以一個第九名的國家 結果你忽然說他之後可以保送進奧運 在Fiba立場他都會覺得說你日本來求就是有點弱 那這件事對日本來求 我覺得日本人的性格來講他其實是應該不服 不服了 沒送 被看沒有 對 我們可以的 我們不是不行 所以又加上我剛剛講藍血疹病嘛 支援力量所有東西都開始可以給他灌注下去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就要進入到政題了 那這個我們就講到啊 那在201415年有一個所謂高國豪世代 對 那個時候的確是一股浪潮 對 然後他之後有像陳宥偉 林廷謙 張震雅 陳范博艷 嗯 嗯 古茅 然後高成的那個世代 那個世代 就是我們認為這 這八年十年來最好的一個高東世代 可是這個十年過去了 當時呢 就被拿來做比較這幾個球員 高國豪是不是跟這個 和春永迴年紀算差不多大 因為和春應該是比他小四歲了 高國豪是1998年的 有小這麼多 對 和春是三歲 和春是2001年的 他2001年出生的 OK 對 所以他應該算是比高國豪小個兩三歲 好 和春永迴 我覺得當年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他都在打松山盃 嗯 你那時候我們有拍到波 我那時候印象非常深刻 是他福岡第一高校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看說 哇 他一個後衛矮矮的 然後身高大概也就是170出頭 可是在場上他可以 他在場上跟不在場上的時候 當時的福岡第一高校是完全不同的球隊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我現在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還有一支什麼U20代表隊 對 有沒有就是那時候是一個贊助商 他 他贊助的球員 然後把當時可以說 有青年隊的精英聚集在一起 對對對 我們那算是U20 已經是大學生囉 來跟他們對打 他們還打贏 我記得是打贏還是 就是反正五五開就對了 我們 當時年紀大了兩歲 其實沒有賺到便宜 而且那是我們是一時之選 當時我記得他們有一個外籍的外籍生 然後跟 跟荷春瑩會搭配 但是他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在推進的速度 比賽處理的能力上面 而且他一些動作 是你在台灣比較少看到的 我就舉兩件事情 就第一個 在台灣基層籃球 我們的教練 其實不太允許球員 做背後式的傳球 做背後傳球 以前可能會要求更嚴格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是沒有看到的 2014年的時候 2015年的時候 但荷春瑩會來的時候 做了非常多的背後傳球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日本所有的後衛 或是他們前方上籃 其實運運運 單手會端上去 早期其實也是不允許的 早期對 我們一樣兩手護球 要把球護好 抱在懷裡 拿出來 單手端上去 可是日本他們其實很早就體驗到說 我們的個子比較矮瘦 我們要提早出球 要搶速度 對 所以我單手拿上去的速度比較快 我兩隻手拿上去再放的時候 你就容易被蓋火鍋 我覺得光從一些小季節 當時我就體驗到說 台灣跟日本 事實上我們在對觀念上面的差距 其實非常巨大 其實你如果真的從青年 然後一路到成人隊 你會發現 如果真的有去看 從他們的高中 一路到大學 甚至到成人隊 你會覺得 怎麼日本的球員打法都很接近 很像 然後尤其是他們的後衛 不管是敏捷 以及他們解讀比賽的能力 你都會覺得 哇 這個level真的就是不同 那這也會 待會應該會 變成我們要聊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為什麼他們可以 從基層一路到成人 這麼的一致 那這也是大家會想要知道的一個地方 大家說 韓國有這個投籃出手的教材 他們自己有一個教材 就是全國的那個出手 射手知識都一樣 日本有這樣的教材嗎 就是可能在教導籃球上面的一個教科書 原則上就是我相信很多的聽眾應該 觀眾也有看到一些相關的訊息 就知道說其實日本他大概 我印象中應該是差不多10到15年前 他們就統一了所謂他們的基層 就是中小學的籃球的基本教材 那這個基本教材 其實在他們的籃協官網全部都可以下載 那你而且你教練要去演習 你基本就要遵循這套基本教材 對 就是他希望把所有的基層教練 在培訓你球員的一個 就是基本動作各方面 希望是一致的 對 那當然我覺得他這幾年又有在進化一點 就是我有看到他這個 因為自從他們這個新任總教練 就是Tom Hovas接任之後 他有寬達到他希望加強日本球員的一些 因為其實剛剛你們講的有一個 日本他們自己在做研究也有發現 有一個問題就是 雖然說強化基本動作教材一致很OK 或戰術面一致OK 但出來就會發現 怎麼每個人打法都一樣 甚至可能你可以預測到 日本人的某些的打法是 對 你講的是我聽到 我聽過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聽過一個某教練 台灣的某教練是名教練 他說他去琴授的時候 他最喜歡做日本隊的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看一場之後 每場都一樣 我大概知道你講誰 戰術都一樣 對 戰術都一樣 然後跑靶都一樣 他說只要看一場 而且他只要看半場就好了 這個我必須得分享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老爸以前是教練 然後那個時候育龍隊 其實也都是打相同的戰術 千年不變 然後我那時候也有這樣子的疑問 就問我老爸說 老爸你戰術永遠都一樣 不是很容易被抓到嗎 你知道我老爸怎麼說嗎 我老爸說 就算你知道 你也守不住 哈哈哈 那我再回來剛剛補充 剛剛就是說 因為他們有發現說 日本其實有這樣子一個 也有類似的問題 所以他們其實有在 調整他們的基礎教材的部分 他們最近有下一個 淡數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說 他希望 教練在教球的時候 球員的個性要擺在教練的前面 等一下 球員的個性要擺在教練的前面 我覺得這點蠻有意思的 這個是日本人會說的話 對這應該不應該 他就是因為日本人正常不會做 所以他把它寫在這個淡數裡 等一下這是教練外教做的 應該說他外教他在整理之後 他們有提出一個強化的訓練的一個方針 對然後他就有弄出來說 日本人的強項 他有知道日本強項 就是很刻苦 你要做細節動作 他們會一點一點的都做到好 對 但是他們的問題就是 他們有點退問題 球員 他擔心球員創造力相對不足 對因為 因為你當你當你開始就是說 我造的教練戰術什麼 就一點很認真的去做 到時候有可能慢慢就變成走向就是說 我不知道怎麼去變化 對他希望慢慢去調整很多基層的一些東西的改變 所以他有強調這個東西 所以慢慢的有一些教練 他就會越來越注重說 比如說這個球員他有某些特質 我開始開放讓你去 用你自己的創造力去打更 不一樣的比賽 對對對 但是不代表說我基層要廢掉 這樣我大概理解啦 因為我剛剛跟柏林可能會覺得 個性要放在前面 這代表要公民不服從 我可能講的有點難 不是說他可以想怎樣就怎樣 只是給他更多的發揮科技 讓他的創造性可以發揮 而不是說練出來我好像就是很 真的是過猶不止 因為台灣就是個性太鮮明 你知道嗎 日本就是被壓抑住 因為他們有分析他們自己的性格 日本人就是很傳統的就是 我就是很遵循團隊的那種感覺 服從性高 對但是如果日本如果要再更進一層樓 我就要讓這些球員的特性可以跳出來 他知道普遍日本的個性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稍微有些起人優天 我覺得因為真的到了高高層級的球員的時候 他其實不太容易會受到這樣子的 應該說高水準的選手應該不會受到這樣 他就他的束縛就比較少 他就可以在場上做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在養成階段 如果你就是保持著服從 然後這個在基礎的教材裡面 先把自己本身的基本功打好 其實到後面 我覺得這一塊倒是我認為 這我自己的想法 倒是不讓人擔心 講完了教材 教材就是 那他們教材真的有按照這個教材去練嗎 有有有 真的有 然後當然最近像那個PTE有人討論 這是一直有人在講說 他們其實小學以下他們是禁止使用區域聯防 對 那他目的是什麼 就是他希望你小學不要過於的為了要贏球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做區域聯防 其實某種就掩蓋你球員的技術不足的問題 就是一對一啦 主要是強到一對一的個人能力 因為在籃球的訓練上面其實都是循序漸進 如果從基礎開始的話 你本身個人的能力要先很強 之後才會練到兩個人的搭配 三個人搭配 最終才會真的進階到五人的搭配 但是以台灣的環境來說 為了比賽的勝負 這個也是 大家應該非常了解 為了勝負的時候 你會PASS掉很多東西 什麼東西最簡潔快速能夠拿下成績的時候 當然台灣的教練會往這個方向走 你不能台灣的教練有戰績壓力啊 是啊這就是勝負啊 要不然就是你連續兩年三年 你就下課了 這就是我講了 所以日本在推行的第一個是 比如說類似15歲之下我都是一對一的 我不准你手去一方說第二個 其實剛剛沒有 格蘭塔沒有提到 其實他們對教練的培養 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這個是我第二題 之後想要提到的 對所以我就說這個問題很廣 所以他們在真的 進入到這個執行層面的時候 他們的效果當然是還蠻顯著的 欸格蘭塔我問一下 日本的教練難道他們都沒有戰績的壓力嗎 都不會說欸我連續兩年三年 沒打進八強十六強我就下課嗎 原則上我覺得這件事情放在高中端 其實一定都有 對高中端我看到還是一定都是會有 那所以那些強校還是會有 他自己想要去怎麼處理的方式 但是確實國中以下還有他們小學 因為他們小學其實會有所謂的全國杯賽 但他們其實大部分最多就是打這種所謂的線大賽的比賽 而且因為日本籃球的參與的 他真的就是有點類似全民運動 他參與就是你所有的就是因為他沒有像我們 就是比較有明確的分歧 就是你這個線所有的高中你都有資格去參加 那當然對他我覺得一方面也是有那種就是 戰績壓力我覺得不能說沒有 但是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說 對於他們來講怎麼去把這個社團給弄起來 然後我只要能夠去參加比賽 可以去打某些東西 對他們講是一個就已經是一個目標了 對有的時候不見得說一定要求勝或幹嘛 但我覺得就是講的就是好像日本人 教練都不注重戰績 這個我覺得是確實也有點太過 但我覺得真的就是那個整個環境的氛圍展現出來 就是說我沒有必要就是一定要拿第一 我才叫做參與這個運動 我覺得剛好因為今天奧運大家其實也討論到很多這個奪牌的話題 台灣就很注重說我們自己有沒有奪牌啊 沒奪牌啊 我們是不是這個運動就不要發展 網路上常常聽到這樣的論調 有嗎對不對 或者說這個運動沒有奪牌 我們以後金妹就不要放在這地方 我們放去別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就跟剛才葛蘭特講的 這個是完全背道而視 我們台灣就是一定要速成 要看到效果 然後全丟進去一定要馬上就要有奪牌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我們 我覺得日本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他們奪出這個 我10年比如說打進奧運 我2050年 B聯盟成為世界上最第二好的籃球聯盟 這件事情 他們會願意花時間去投資 我覺得他們這個民族是有耐心的民族 對所以其實這個講到後面就是體制的問題 我們也不是說在這個節目 這個大吹大捧日本的籃球到底有多麼的厲害 但我們也要去無存心嘛 別人做的好地方其實有些部分 可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適合台灣 對但好的地方適合的 我們就把它學起來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你15歲以下 高中再來拼聖父我覺得非常合理啊 15歲以下就是人才庫的養成嘛 那進入到高中的時候 我們來拼聖父再到大學 那不僅僅是球員要串聯起來 教練也要串聯起來 如果是以國家隊為例來說 從下到上可能從這個U18 U16開始 然後一路到成人隊 這個不同的級別 教練彼此都有在溝通 然後也都針對到未來的大方向 有一定的共識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執行下去的效率 真的是會非常驚人 我覺得真的就是像剛剛 衛生講的就是真的 因為其實日本他也知道他籃球 不是像棒球那種足球那麼大的一個群體 所以真的講真的最後結論 就是你資源真的要集中 因為你的不要講說球員人才庫 教練人才庫一定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還把它切開來 各自為證 各自為證你的效率一定就是低 你把所有東西全部職業的資源 跟籃協的資源跟學校的資源 全部串起來弄 我再補充一個 他們現在其實他們每個職業球隊 他們是有青年隊的 對 他們是要求每一支球隊都有青年隊 他現在籃協會辦一個比賽 他也是由職業的青年隊跟學校的球隊混在一起打 再講一遍你說職業的青年隊 職業的青年隊 比如說今天有衡兵的俱樂部的球隊跟學校 跟那些所謂的福岡第一阿福岡大豪大阿 然後這些所謂的就是他們的這種高中籃球強校 他會舉辦一個比賽 就是額外的比賽 混在一起打 也就是他要讓你這些從學校體系出來的球員 跟從職業體系出來的球員互相交流 我跟你講這就是我待會想要聊 對因為這一定會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就現在了不用待會 沒有啊 因為你聊到台灣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說 台灣的籃球這十幾二十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在制度上 剛剛我們在討論是這個制度的執行面 那個是另外一件問題 你如何把教練統一 因為台灣的基層其實蠻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教練的觀念 訓練的方式是沒有辦法統一 很多人都在聊 就說日本都就是大家都很一致 就是訓練的東西都一樣 所以他們才會 這個每個不同的階層沒有銜接的問題 那這個是台灣目前沒有做到的地方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台灣在近年當中 在制度上面我認為做了一個最大的改變 就是把也就是職業隊跟大學端去做切割 過去台灣在龍哥他們那個年代 甚至更早的年代 為什麼那時候台灣一直能夠保持在亞洲四強 很多高中生那時候沒有俱樂部 但是就有所謂的球隊的青年隊農場 高中就開始跟著大隊練習 然後跟著大隊打比賽 他自己本身的比賽要打 大隊的比賽要打 本身的球隊要練 大隊的球隊也要練 所以他在短短的 比如說大學的這四年裡面 差一兩年其實這個成長的速度就很快 那現在剛剛我跟Henry聊到就說 為什麼現在台灣籃球有這麼多 三十七八歲甚至三十九四十歲的球員還在打 那你會發現 總這個時間你切割之後 真的完全都不一樣 我補充一下剛剛講的 像剛剛講的何春有虧 何春有虧他在高中福岡第一 就會來橫掃升段盃那一期 然後他其實隔年 隔年他高賽的時候最強的那個時候 他其實就有去參加 日本其實有一個杯賽叫天皇杯 有有有有有有 他其實就把所有社會人球隊高中球隊大學球隊 還有職業球隊混在一起打 就是讓你不同層級有肌肉互打 他那一年福岡第一的level真的超強 他在前面的預賽打敗社會人球隊 結果他打進好像 我記得天皇杯到32強還是16強 他輸給的對手是誰 千葉噴射機 千葉噴射機那個時候有時間有數 那一場比賽到現在 就是那個U2都還有比賽 還為人津津樂道 何春永輝高中的時候對上富堅 那一場比賽最後福岡丁一定是輸 他輸了40分 但問題是何春在對抗富堅的時候 賺不到便宜 對抗其實是兩個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是烏烏波的 對所以你就會 那時候就會想 所以對他這種 但是最後他們輸了40分 所以我覺得我相信這個對於何春永輝 一定心裡有一個願景說 我在高中已經強成這樣了 我碰到職業隊當然也是 也不輸 對也不輸 而且但是我是被打趴的 我整個球隊是被打趴的 我會有個目標說 那我要更強 其實我們在今天討論的話題 還有蠻多 這個有關於台灣跟日本 這個在基層上面的差異 還有這10年的發展 其實還有很多細節沒有聊到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把這個其他內容 在我們的Podcast節目上面 的持續會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順便呢 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葛蘭特大的電視轉播 初體驗 就在8月10號8月11號 在MomoTV要首次跟大家來講球了 也是比賽嗎 政大的比賽 應該就是我們去年 政大不參加這個世界大學籃球系列賽嗎 WBS 這個今年的轉播是8月10 11 12 那前兩天呢 葛蘭特大呢 會幫我們來這個解說 來分享 在台灣講到日本跟韓國亞洲籃球 絕對是葛蘭特大是不二人選 今天節目時間真的是比較短 一場比賽最多應該可以到兩個小時 甚至更長 所以可以讓你好好的發揮 還有他的資料這麼厚 資料這麼厚 帶一本4點來 止海 好啦那我們今天謝謝葛蘭特大 謝謝 謝謝韋城 謝謝各位 我是王柏林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